我说的就是说你生活中 比如说我们做 因为我们是做这个研究工作的嘛 你做这个Bunch Work的同事呢 朋友们呢 你就可以 比如说你东西放得合理一些 比如说我用一个东西这样做 那样做 就是你把你 就是我喜欢 就是我们做的话 我喜欢 提倡大家把东西放得合理一些 不要只涂自己舒服 方便 不要只涂这个 比如说你肌肉这边放 这边放 你这两边都拿东西的话 你整个就相当于在运动 对吧 你要是只放在某一个地方 是很方便 你就重复一种机械运动了 就像刚才我说的这种 插秧啊 割麦子 这样反倒对你会伤害 OK 那就是说呢 就是即使是平时很爱干家务活的人 即使是呢 田间劳动很繁重的农民 他也需要体育锻炼 您看是这样 对 就是说 比如说你田间劳动 你田间劳动 你所要的锻炼是 首先一个要恢复你自己 恢复自己 恢复你在白天 受到损伤的这种知识 是吧 这种知识 你又没有办法 你必须得这么做 必须得这么做 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在做的时候 看能不能调整好 是吧 然后另外一方就是说 等你能有时间去锻炼的时候 能不能把它给修复 就是说 修复起来呢 就是白天的损伤 就会对你的损害减低一些 心脏也是这样 心脏也是这样 假设你白天在一种非常这个 压力非常大的环境下工作 那么等你晚上是你要听听音乐呀 这种就是 就是经典一点的音乐 慢一点的音乐 那是你放松 假设你白天很压力很大的工作 等你晚上你就不要去听这种 就是 就是 倍是很高的这种东西 就这种音乐 好 各位听众 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美国之音呢 通过卫星电视和短播现场直播的 这个保健原地节目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 是适量运动和心脏健康之间的关系 我们请到的嘉宾呢 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生物医学中心的 徐学琴博士 欢迎大家呢 打电话 参与我们的讨论 我们的电话是 10810866 886 837 5161 好 现在呢 我们有一位浙江的听众呢 等在线上 浙江的蔡先生 蔡先生请讲 您在我们节目当中 你是雷生先生吗 听到道 蔡先生请您讲 运动 这个 心脏你可以运动股量 我想问问可能 我都在运动 对不起 蔡先生 您再说一遍您的问题 您的问题 运动股量对心脏有什么影响 我先问问 好 蔡先生明白您的问题了 运动股量对心脏有什么影响 有什么影响 运动股量 它就会导致它 会导致它 再发 再发生 而且再发生 这是 这是一个 就是说 猝死的这个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本身 比如说你本身有这种遗传性的疾病 但是你并没有表现出来 你要过量的话 会逐渐每次过量 每次过量 使它会表现出来 比如说你心肌之间连接不是很紧 对不对 然后你老是过量 它就本来 本来的话 它没有太多的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它只是连接不太紧 比如说是 你这一切正常生活 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你老是去这么过量的话 使得它不断拉 不断的拉 这样使得它就说 假设你是在这个心肌上有病的话 它就会越来越松懈 对不对 它就会最后导致心脏肥大呀 或者是这个我们叫扩张啊 这种情况会出现 假设你在血管上的话 在血管上的话 压力逐渐增大 你要是比较破碎 它到某一个点的时候 比较脆弱的话 它到某一个点的时候 它会崩开 好 后果还是很严重的 下一位 下一位我们是陕西的袁先生 袁先生 您在我们节目当中 喂 陕西的袁先生 袁先生 喂 喂 请讲 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了 请讲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平常我们 像我们这不经常活动的 就是说平常 像出去锻炼的话 或者是跑步的话 就会出现像什么腿疼 吃予很长时间 但是我想问一下嘉宾 就是说 应该在这个活动 平常就是说 不注意锻炼的 平常要出去 远行或者是旅游的话 应该做一些什么 准备活动 像身体的准备活动 你是爬山的 这种爬山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这种比较激烈的运动 好 谢谢了 好 挺好玩 这个问题挺好 挺好玩 就是你不太运动的人 不太运动的人 你去运动的时候 你就会出现腰酸腿疼 对吧 腰酸腿疼怎么办好 主要它就这个问题 那么 有这么几个 你要做到的 第一个 开个玩笑的话 你要多运动 你运动不够 你要多运动 听起来这位先生 就是还比较年轻 那么你要多运动 有机会就运动 在家里 甚至多做一些家务 帮助你太太 然后你就多一些运动的机会 这是一个 二个 你要注意恢复 要注意恢复 等你运动完了之后 你会感觉到 特别在一两天之内 你的肌肉会很紧 压力很大 会酸痛 但是这个时候 就是你要把它放松下来 这个时候你要能再坚持一下的话 这个整个 它不应该对你的接着去锻炼 造成任何的影响 你要接着坚持下去 它都会消失 那么这位原先生 最后提出的一个问题 还包括 就是说不常运动的人 要是想运动了 事先是不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呢 就是说很多损伤 我们现在不说心脏的话 很多损伤 包括你这种肌腱的损伤 这些损伤很多都是因为你没做好准备 没有做好准备 导致的这个损伤 因为比如说你脚崴了 脚崴了 多半是比如说有些 跳舞 比如说我女儿现在他们那个舞蹈班上 有些小孩老受损伤 因为他老是不活动好 直接就开始做这个大运动量的这个舞蹈动作 他就容易把腿扭了 那么怎么样做好他 首先一个你要从小到大 比如说就像我们经常 其实你到处都可以看到 你活动活动手腕脚腕 先把衣服穿得暖一些 让他有稍微有点发热之后 你再脱掉衣服 再脱 因为你跑步嘛 你或者爬山呢 你总一下子哎呦这么热 一下就脱光 脱得很少 穿很少 你要前面少脱一些 从慢到快 你不要一下子就爬了山上去 对吧 你开始慢慢走一下 然后再启动慢一点 启动慢一点 然后是后面呢 你就要注意的 像刚才我们节目之前聊的 就是说你后面就 你最为保暖 假设比较风比较大 特别是比较资深一点 年纪上了六十这种 就是先生们 就是说你要保暖 完了之后 不要等他冷了 你再去 再去保暖 你应该在他准备冷的时候 温度开始下降 就要开始 就是说在做运动之前 和运动之后呢 都要做好许多的这个保护工作 那么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美国 当然在中国大陆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 但是在美国 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就是家里运动的地点 通常是在地下室里 是不是 所以在地下室里运动 您看都需要做到哪些方面 对 这个是我最 就是我经常是 我见到我的朋友们 聊天这些事 我都提醒他们 就是你在地下室 我们锻炼 首先就是我们要主张 你尽量在室外锻炼 不管你散步 还是打球 做任何 包括你游泳 尽量去到室外 比如说你到游泳池去 有室内游泳池 有室外游泳池 你到室外 为什么到室外呢 这个空气很新鲜 空气很新鲜 我们主张就是说是 你不要在 尽量不在背试们坐 你要坐 你就一定要保证 它的空气好 空气好 首先你要锻炼 但是在不损害自己的前提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地下室里面 都是有那个所谓的脏气 对不对 脏气对你的神经系统 是有很大影响的 特别是